众所周知,中国有14亿人口,但能成功覆盖普通话,而同样有着14亿人口的印度,却推广统一语言十分费劲,人口相似,结果却不同,统一语言,如今也已经成为印度不能轻易碰触的逆鳞,只要政府一有统一语言体系的动作,各邦就得闹出不小的动静,它到底有何难言之隐呢? 这主要原因在于,对印度人民来说,国家是排在民族和宗教之后的,大家还没完成向公民的思想转换,历史上屡次被侵略和殖民的阴影,深刻地扎根在许多人的心中,几乎产生了创伤后遗症和应急反应, 但凡议题统一语言体系,就会想到本民族的消亡和信仰宗教的被压迫,政府中来自不同民族的官员,也有争夺族群利益的私心,生怕话语权会在未来受到缩水, 因而趁早表明态度,造成印度中央和邦一级行政单位,重要文件会刊印成二十多种语言版本,日常工作中,一份文件以两种集以上语言书写,也都是常见操作,混乱且复杂。 可印度的大多数人,却都半分不妥协,哪怕落地到具体的生活中,无论是上学,工作,亦或是结婚,五花八门的语言都会造成不小的困扰。 毕竟印度的多语言,可不是如中国方言这种,只是口音的差别,而是完全不同的字符,但大家哪怕逼出人均学习语言的天赋点,也都不愿意接受推广统一话术。 且来看看,印度从古至今,为了语言都经历多少艰辛,粗略将印度历史的时间线分为独立前和独立后。 追根溯源到三千多年前,原住民是达罗比图人。 生活在北印度,使用的是泰米尔语,泰鲁固语等,突然迁徙来了许多雅利安人。 凭借生产力水平更为先进的优势,将达罗比图人打得不得不离开北印度,搬去南印度。 他们带来了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,彼此本就有粮子,自然精畏分明。 随着时间长河的洗刷,印度一南一北都各自发展着,南印度延伸出更多的语言。 北印度则因宗教出现普及率挺高的泛语,可依然有明确的绝不融入之势头。 毕竟以生活在南印度的人来看,亚利安人是入侵者,外来户,反之也认为是守旧派,老顽固。 谁都不服谁。 印度对于语言的捍卫,就连强盛意识如孔雀王朝,莫沃尔帝国也解决不了。 直到英国殖民印度,先是以波斯语成为东印度公司辖区内的行政和司法用语,印度斯坦语则定为军事用语,即跟英方最常用的语言。 接着,为了巩固殖民效果,就废除波斯语,改成英语为行政司法用语,并推广双语教育。 可令人惊奇的一幕发生了,印度人对于印度斯坦语的抗拒比英语更严重,南北方印度人交流时宁愿各退一步选择英语,也绝不采用印度斯坦语。 或许在他们看来,英语起码有获得优质工作和提升阶层的作用,但印度斯坦语则代表着对自己民族和宗教的背叛。 直到印度独立,甘地提出以印第语为共同语言,建立新国家民族身份认同的向心力,可阻碍相当的大,印度教保守派,尼赫鲁世俗主义者及地方势力暗流汹涌。 如1947年至1966年之间,印度东部爆发旁哲普语邦运动,罢工游行跟暴力事件此起彼伏,最终以一帮三分暂时画上句号。 整个印度可谓是暗下葫芦扶起瓢。 既有相对理性、就事论事,呼吁保护当地语言的,也有借着语言这把好刀,宣泄对政府及经济等各种不满的大规模冲突屡见不现。 实在焦头烂额之下,印度政府做出让步,从推广印第语,限制英语,轻视地方语言,调整为推广印第语,有限接受英语和发展地方语言。 顿时,印度一百多种语言就更加坚挺了,并且还有股隐隐的复兴之趋势,就好比年轻一代里,或为追逐潮流,或为梦想就业。 比如去硅谷等,本身以英语当作低语言的,反倒学习起本民族的传统语言了。 但印度政府对于推广印第语的决心,也没有被反抗扑灭,只是从强势干预,转变为徐徐图之。 如印度内政部要求官员,在社交网络中优先使用印第语,并对采用印第语的个人服以奖励机制。 莫迪的就职仪式上,更带着所有内阁部长用印第语宣誓,向全国表达出推广语言的决心等,可仍旧收效甚微。 印度的语言问题,已然呈较量的暴风眼,各民族间都在捍卫自己的语言,并以各种方式对抗语言的推广。 综上所述,印度并非不想如中国这般推广出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话术,而是实现不了。 看似简单的一个语言,背后牵扯出帝国主义、种族主义、教派主义等多方的矛盾,而且谁都不愿有半分让步。 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,语言只是第一步,接下来就是虚弱族群、宗教概念、强化国家跟公民的最终目的,这代表着话语权、权力及利益的消亡。 并且,因着数千年以来的印度,也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国度,大家早已有丰富的斗争经验,不抗争就灭亡的思想深入骨髓,所以导致推广出一个全国认可的语言体系,成为万分费尽的一件事。 只能说远远流长的历史,丰富多彩的族群,给予印度神秘的魅力,取之不竭,用之不尽的文化宝藏。 可反面则是,各方都对接纳其他文化十分抵触,坚持自己的就是最好的。 如以原住民为发源地的南印度格邦里,泰米尔纳德邦的印地语普及率仅有2%,安德拉邦的印地语普及度也才12%,使用的仍是泰鲁固语,此现象比比皆是。 可见,想要推广出,如中国普通话一般的语言体系,非常的任重而道远。 但印度政府也不会气馁。 毕竟统一语言不推广,不仅影响经济和社会安定,如贸易时出现语言不通的尴尬局面,三五不时就会爆发游行罢工等,更对国家安全和整个政治的稳定都有不容小觑的威胁。 印度的语言大战,未来依然会继续,最终结果到底如何,是东风压倒西风,能磨合诞生出统一的语言标准,亦或是西方压倒东风,从语言开始到各邦对立分裂,全世界也都只能静观其变了。 印度历史上的很多重要内容,要么是通过口寿流传下来,要么是像玄奘法师这样的外来人,通过记录而留下一部分历史内容。 如今很多观点认为,自费陀时代诞生的佛教,深刻影响了印度人的世界观,使得他们不注重现实而看重来世,因此才对历史的记录不感兴趣。 可如果从印度历史上,不同文明建立的王朝来看,这片土地不注史的真正原因,是因为缺少注史的根基。 印度历史上,最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,没有形成统一的语言和文字,从而也就不会形成注史的基础。 等到一族统治者轮番出现后,想要修筑历史,就更不可能了。 这些轮番进入印度的一族,都操着各自不同的语言,对于上一代王朝遗留下来的各种事物,新的统治者即便有心去梳理、整理和记录,因为语言和文字的不通就无法进行。 就像亚历山大大帝在历史上征服了波斯人,中亚各个族群后来进入印度终结了孔雀王朝,不同的入侵和统治者,他们说的话千差万别,文化习俗更是各式各样。 对比之下,我国历史上虽然也有朝代更替,但因为文字和语言统一,上一代政权终结后,新的朝代就会注视。 因为延续的文明是一样的,大量的历史就这样一代代被传了下来,而印度自始至终没有这样统一的文化基因,所以就没办法注视。 印度历史上的王朝政权,对印度这片土地都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,不管是先前的孔雀王朝,还是后来的墨沃尔王朝,表面看似统一,可政权的影响力实际上都没有下沉到基层。 如此一来,从中央到地方几乎不是有机的整体,统治力度在被大大弱化的情况下,各个王朝就更没有力量,去进行文字和语言乃至习俗上的统一化了。 也正因为世俗的统治力达不到这样的效果,宗教上的影响就很重要了,虽然印度各地的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,可并没有妨碍佛教在这片土地上繁荣昌盛。 宗教的传播并不需要借助语言和文字的统一,它只要能制造出直指人心的神明,就能在不同的族群里产生一样的效果。 而宗教力量的逐步加深,反过来又会让不同的统治者去不断强化它,毕竟统治者无法用世俗的权力和不同的语言去约束民众,进而就只能赋予宗教职能,让后者协助自身增强统治力。 就像伊斯兰文明侵入印度后,大力阻拦佛教推广伊斯兰教就是在利用宗教的力量来增加统治力,由于印度的社会语言和文字分散,强力推广的效果反倒显而易见。 与之相反的是,我国历史上因为一直有自己的文明和统一的语言文字,其他宗教虽然也曾先后来到,但传播的力度和影响力始终有些水土不符。 文化的多样性不但使得印度历史上没有形成统一的语言和文字,而且也使得底层民众没有形成对国家的认知。 也正因为如此。 当历史上的英国人来到这片土地后,本地人几乎没有进行过什么像样的抗争,毕竟,外来的一族一波又一波,英国人也只是其中之一。 甚至有观点认为,不能被统一的语言还会影响到印度未来的发展,先不说这种观点是否对错,语言的不统一只是结果而非根源。 根源还是在印度这片土地上有着太多不同的族群,且各自还保留着很大的数量,历史上这些迥异的族群没有在文化观念和语言上完成统一,所以差异性在21世纪就很突兀地显现了出来。 至少在未来的一段时间,印度还是这样的散装化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